你说儿女莫扰 那奇迹光是光棍儿啊 你以为我不懂啊 我爷爷是清末代的举人 从小我就听过奇迹光 人家说的是大仇要报 但是呢日子还得过对不对 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小王 这刘国雄还没回来 没呢他没回来 这不会出事吧 他呀 郑宇兄弟你就放心吧 这会儿没准征楼 这广瑶子呢 我们几点出操啊 我们不出操吗 说到出操啊 副长官 以前我们金龙山都是五更天出操 刮风下雨不落空的 出操的事儿郑宇兄弟跟我提过 那帮懒骨头啊 都已经散漫惯了 我是担心啊 怎么说呢 自从宣布了不能随便下山逛窑子 他们已经乖多了 我看还是等等再说吧 嗯 出操是游击队每天的惯例 谁都不例外 以前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出操 可是现在我慢慢懂了 出操是纪律和凝聚力的 培养和体现 来 来 我敬无语一晚 既然你说 让我们拿你当爷们 夫人 我就顺着你的意思 拿你当爷们 你那句话说得特别好 在没有杀死松本老贼之前 就拿你当爷们 我就敬你这句话 我也迎着干了吧 郑宇兄弟 今天是无炮头生死两重天 还有给你重逢之日 咱们一罪方休 不罪不归 来 来 这刘国雄还没回来 我们还有一些事要商量商量 是啊 还没回来 等他回来了 我也要敬他 乌宇 你在游击队是侦察员吧 嗯 对啊 张家东 你这是问呢 还是审呢 夫人 你严重了 我当然是在问呢 我看你问的倒是挺和气 不过 你这两个眼睛 再那么吓人了 月和 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对 没有那么严重 我不是一直笑着说呢嘛 是吗 没事儿月和 那想问就问吧 我不是问 我是当着两位长官的面 也当着你的面 我就是觉得吧 这乌宇 不是第一次来金龙山吗 我是第三次来金龙山 哎哟 第三次来啊 哎 张家东 咱是来喝酒的 你弄得跟过糖似的 我说副长官 长官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好奇都不行吗 有句话叫好奇害死猫 副长官 我怎么说我也是金龙山开山之人 我就好奇了我就得死是怎么着 你就是不放心对吧 是啊 长官 但我不是对乌宇 那是对谁 游击对了 长官 你不会忘记 这胡志青来咱们金龙山 是乔装成一个采药的吧 我没那么见忘 有有有 生气了 那我不说了 说和不说都一样 我就是纳闷了 张家东 我们不放心的应该是 关东军和黑龙会 这游击队你那么戒备干什么 游击队是专门打关东军的 要不是游击队出兵柳树河的话 我和你赵大哥的人头 早就挂在联合镇的城门上了 是啊 多亏他们炸兵库 要不然关东军围得跟铁筒似的 我还真不好脱身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们 属于国民政府的 东北地下抗日军 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我们还没有宣布 但是我们拿的军饷 可都是国民政府的 武器和装备 也都是国民政府的 那当然了 本来我不该说的 结果说了这么多 我是担心长官副长官 还有大家误会 那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反对游击队 是因为 除了小日本以外 游击队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长官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目前我们的目标 是关东军和黑龙会 我们可以把抗连作为盟友 但大家心里必须明白 这只是暂时的 这是现阶段的战略 你说不该说 我觉得应该说 说出来大家就明白了 对不对这位兄弟 反正啊 有两点我们是明确的 我也支持 第一 我们是抗日 第二 我们不是商会武装 对 他呀真是商会啊 咱还不来呢 喝酒 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我干 真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他真想了 怎么 你还不信吗 寨子里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娘 更不用说我娘住哪儿 你别忘了 当初他可是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了 哪还有工夫来在乎你呢 他想了 你们干嘛还要糟蹈他呢 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必死无疑了 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难道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他吗 那我呢 你 你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像梅姑 所以你才活着呢 小金刚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 上次去土楼 你是不是故意激怒方振月 然后跑掉 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想让我得逞 没错 行 既然你讲了实话 那我就信你 这一次你跟我去金龙山 可就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出了金龙山 梅姑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而你 也就没有任何活着的理由了 你懂吗 想知道我是否能放过你和你娘 那就完全看你的表现了 来人 在 把客人带进来 是 梅姑 刘国雄是草上飞的把兄弟 草上飞每次见梅姑都带刘国雄 草上飞叫刘国雄 熊 熊瞎子 熊瞎子跟梅姑很熟吗 见过五六次吧 都是 都是草上飞带来的 熊瞎子说 他不敢正眼看梅姑 为啥 因为他说 他看了梅姑会齐酒睡不着觉 好 小金刚 说得好 继续 梅姑见了道上的兄弟 总称自己是姑奶奶 而且梅姑穿衣服 永远是这样 这才是梅姑 真够浪大 喝人闹 进来进来 刘国雄拜见梅姑 怎么了熊瞎子 想你姑奶奶了 不敢 坐 谢梅姑 其实 是我们司令想你了 司令 那柳树河的土楼是咋回事啊 他让我来啊 就是想问我一下你 顺便 再帮他捎一句话 他说他真的想你了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我和梅姑那时刚出寨子 我说的呢 你们那帮兄弟一个个拉着个脸 没一个乐着 跟小日本似的 这回见着你们我算踏实了 熊瞎子 我听说 草上飞的正房的瓦 给掀了 可不是吗 让狗日的黑龙会的人 得吊在锡杆上 给吊死了 那他当初 干嘛不带着他 去香炉山呢 嫂子是不愿意去 觉得不愿意当匪婆子 匪婆子 对了国兄 香炉山的兄弟可好啊 挺好的呀 你不知道啊 司令带着我们 上金龙山了 是吗 金龙山 那香龙山咋办呢 也留着呢 看来 你们家老大草上飞 还真是人多事大呀 那是 没过 说啥呢 问你说啥呢 赶紧说 别磨叽 我们司令他说 他说他真想你了 哼 那我就奇怪了 司令挺想我的 干嘛自己不来啊 他说 不是为了解渴 是想搬警 搬 搬警 就是 想请您上金龙山 叫我去金龙山 那咋成啊 我要是去了 那我的寨子呢 我的兄弟们呢 那就一起去呗 什么 都带上 那个 司令就是让我来 看看您的意思 到底是我笨他 还是他投我呀 你回去转告草上飞 就说 让他来我的寨子 那好吧 我这就给司令回事去 这么晚了 咋走啊 对啊 今儿就别走了 明儿再说吧 我跟司令说好了 天黑之前就回去 哎 这天 不都已经黑了吗 我看你也别回去了 陪姑奶奶我 喝上几粥 怎么样 来人 在 准备点韭菜 是 行行行 我先回去了 没事吧 赵大哥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赵大哥 不用了 你们接着喝啊 没事 赵大哥 快快快 别让他摔着 没事 小心点啊 我来吧 雨哥 张家东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了吗 雨哥 他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 他把我放不放在眼里无所谓 看来啊 他是彻底怀疑翠花了 是啊 那这是 明知故问 对了 雨哥 嫂子上山第二天 张家东就问过珊瑚 还向巡逻的兄弟打听过 这嫂子到底上没上座山 你也是 你干嘛不把嫂子带上山呢 不是 雨哥 那天正好赶上婚礼 我没办法 快 走 走 雨哥 嫂子 姐会儿 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回哪儿去啊 游击队 省得他们总怀疑我 你 你回去了他就不怀疑你了 不是 嫂子 你不能走 这刚从虎口里出来 游击队不是虎口 他们是对我误会了 我才来第一天 他就这么为难你 后面会越来越麻烦 不行 雨哥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我死都不怕 还怕啥呀 嫂子 你真不能回去 没准你一走 这事更麻烦了 你得留下来翠花 慢慢看吧 再说吧 那月和怎么样 醉得不轻 那我送你回屋吧 不用了 我让小旺送我回去 你照顾月和吧 小旺 坐 翠花 嫂子 我上前面等你 翠花 有些事吧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别说了 翠花 我实在对 其实 只要你活着 我就知足了 明天见 好 好 回去吧 没事吧 回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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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醉 你去陪我姐吧 你说什么呢 你看你 你还骗我 眼睛都红了 走吧 快回屋 你去陪她 我不用你管 你还能不能喝啊 司令 你还能不能喝啊 没问题 你别以为我喝大了 这是敞亮敞亮的 敞亮的 司令您是海亮啊 你小子厉害啊 敢当着方阵宇的面 为难吴炮头 我哪敢为难他呀 你为难了 我没有 你那叫明知故问 明知故问 司令 您才厉害呢 这您都看出来了 不光我看出来了 方振宇也看出来了 嗯 司令啊 我那不是为难的 我那是为了咱们金龙山哪 嗯 这点我看出来了 张家东啊 我对别的都不关心 我只关心 你说 咱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这事能下摆吗 好 好 我就对这个在乎 嗯 我上校说了 在乎金龙山 您是最值得新人 是吗 真的 他亲口说的 方振宇靠不住 也不是靠不住 就是他吧 有点窄 窄 谁 他总想着家仇 这有什么错 可他忘了国恨哪 这事要是搁在洛小望 刘国雄身上没有错 可他是谁啊 他和您一样 他是领导 他不是一个人 是我们金龙山几百号地区的头 远的不说 就说今天的事吧 他有考虑过兄弟们吗 他有考虑过您吗 他有考虑过整个金龙山吗 没有 他完全想的呀 都是他自己的事 为了他自己的事 他把咱们兄弟都撇开了 这是回来了 这要是没回来呢 副长官 可能有一件事 您不知道 当初为了救他 不是几万块大洋的事 罗上校那命都快搭上了 这我倒是听说过 可他有想过 报答吗 没有 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毕竟是他媳妇啊 是 救 是应该救 可是他让咱们着急啊 这次幸好有您在 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对了 罗上校说了 等咱们地下抗日军成立 您就是少将 不过 不过这军衔嘛 有这一载咱还都只能是副职 我当然就是副职了 可如果要是说 没有如果 张家东我告诉你啊 以前我总觉得你跟我不是一路人 既然你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今儿我把话撂着 只要你是抗日 是 我支持 副长官 那怎么是支持 那是为我做主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军统军上校罗天华 我们终于逮到你了 带走 带上来 怎么你们也被抓来了 你们是什么东西 敢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作队 统统将毙 将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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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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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报告 准备就绪 开炮 准备 开炮 没过 关头军攻上来了 走 没过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别过 先冷静一下 小青缸 你赶紧带着熊瞎子下山吗 那你紧着 我准备和兄弟们 跟日本鬼子拼了 拼不得 山上山下全是混民军 没过 再不走来不及了 走 往哪儿走 要不然 去金龙山吧 兄弟们 你们先出去顶着 我们走吧 走吧 找灵手 走 葩古 咱们的马就在前面 行 走 走 好 報告他們已經中計了 小七缸眉骨四個人已經逃往金龍山 傳令下去所有東西給我燒了 炒真不錯 好啊 好 我看他跟小鳳舞比還是有差距 你啥年輕啊 真的 你說說 是不是他好 好好啊 你已經是看上他了 我那個年輕啊 我有心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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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罗掌柜 罗掌柜来了 罗掌柜 雅兴雅兴啊 来来来 你怎么不说雅人呢 雅人 雅人呢 罗掌柜来坐坐坐 不了 我先向松本先生打个招呼 一会儿再过来 坐坐坐啊 各位 来来来 松本先生 难怪我的小酒楼 生意越来越清淡 原来都跑到松本先生 您这儿来听大鼓来了 罗掌柜不会责怪我 抢了你的生意吧 您这是说的哪个话呀 这次正好有一单生意 要跟松本先生您做呢 有这顿好事 我在宝林 进了一批驴肉 是吗 我看过罗掌柜和正北话站 过去的生意往来 过去你的订单很多 我正纳闷 为什么我掌管了以后 罗掌柜就没有订单了呢 生意嘛 自然是要生出来的 不是因为我是日本人 不跟日本人做生意吧 松本先生这是说哪个话 这做生意还分哪人呢 什么时候去宝林替货 今天 今天 我正有一批货也要去宝林 那就赶巧了 那去我那里办手续吧 好 就是一批驴肉 我会随车一块去宝林 罗掌柜也去宝林了 对 我要亲自验货 松本先生 那我就先在这 向您告辞了啊 好好 康田先生 孙末君 他来干什么 要搭我们的车去宝林 说是要去进一批驴肉 其实是想告诉我们 他要去宝林 干脆就挑明了吧 那 说要进一批驴肉 恐怕没那么简单 既然没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能那么简单 你来干什么 梅谷寨子烧了 这么说梅谷已经上了近驴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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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屋子还行吗 行 挺好的 西坡人少 要注意安全 姐真要住的话 旁边的小寨房空着 住那儿也行啊 始嫌太近了 怕妨碍我和玉和 那有啥妨碍的 玉哥 玉和 我呢 真的该回游击队了 姐 是因为我吗 不是 我是觉得这里的生活太懒散了 要是游击队 这个时候早就出操完毕了 是 是得有纪律 这张家东说 我们是地下抗日军 不过不管是地下还是地上 总得有军的样子嘛 不过我们现在有个实际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 赵大哥说这一切得慢慢来 相信以后就会好的 就算是像赵上飞说的 要慢慢来 可至少 我们应该有个战略目标吧 战略目标 就像游击队 游击队的战略目标 是扩大队伍 五年内建立抗日根据地 把关东军和黑龙会全都赶出去 这 那我们有战术行动吗 我没有打过仗 这我不懂 那举例说吧 游击队的战术行动 就是跟关东军展开游击战 削弱他们的有生力量 所以他们不会这么懒散 宇哥 我们来金龙山不是过好日子的 我们是来打任何鬼子的 这个我懂 宇哥 那你也不能空着急啊 所以 我觉得宇哥 你应该和草上飞好好谈一谈 要打鬼子 就应该有打鬼子的精神劲 姐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这么想啊 那你也要这么做 张家东说的挺神秘的 金龙山做的也挺神秘的 但我总觉得 背后 一定有什么阴谋 这个指使的人 会是罗掌柜吗 你接着说 就算是地下抗日军 也应该目标明确 方向清晰 行动果断 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方向 他们第一敌人是日本鬼子 第二敌人就是抗连游击队 不 抗连游击队是盟友 不是敌人 是 是盟友 翠花 以后就尽量少踢游击队吧 省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呢 翠花 你变了很多 是吗 思路敏捷 观点明确 还非山果断 这果断 以前就有的 可惜啊 我投生的不是个爷们 这 这话不对了 这金国也有英雄吗 余哥 眉谷到了 好 我们去迎接他 走 请 你们先在这儿待一下 我去叫司令去 你们俩去 请方长逛家 是 人呢 这两个女人你都见过 在哪儿见过 一个叫吴翠花 打金刚就是他上的 他是方振宇的原配 还有一个叫陆月和 当初就是他几妹姑处的兵 还有他爹 要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落在你手里 梅姑啊 来了 等着看好戏吧 梅姑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见面真难哪 你怎么着 惦记着本姑奶奶死啊 我告诉你了 姑奶奶只要活着 那上街震壁一挥 曹上妃你信不信 招上个百八十号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信 我当然信了 方大长官来了 对了 我们这是星教长官 玉姑 这是玉姑站的 方大少爷 请费 哦不对 方大长官 可恶的关东君 摧毁了本姑奶奶的寨子 现在我就剩下一个身子 两把枪了 所以准备来投靠方大长官 不知道 我现在就剩下一个身子 你是否接纳在下 哪里的话 想当初玉姑大闹联合阵 杀死了凤军都军 也是一个身子 那时我还没两杆枪呢 玉姑 今天你上金龙山 还带了两个兄弟 我怎么敢嫌弃你 如果我嫌弃你 赵大哥也不乐意吧 凤凰变草鸡 还张嘴就是姑奶奶 恶心 我就知道 方大长官是不会嫌弃 本姑奶奶的 是吧 从今以后 姑奶奶就跟定你了 还有赵司令 我说姑奶奶 你这哪是跟哪 你这不是豹吗 我说各位 咱们屋里坐着两个 里面请 走走走 屋里请 好了 好 屋里请 好 屋里请 走 来来来 行 宋木军 劉旺泉和洛天華他們行動了 他們這是唱的哪一出啊 開門一到 混蛋 他們當我是強盜了 我是說 他明明知道我們已經在懷疑他跟蹤他 還故意告訴我們他的行蹤 他相信比我們技高一筹嗎 故意而為之 對 也有可能 他是給我們設了個冥魂鎮 此去保林他就是為了鋁肉 有這個可能 報告 羅天華他們出發了 我相信羅天華不會這樣做 他不是一個膽小鬼 他也不怕暴露 他是一個賭徒 賭徒 喂 是 宋美軍 保林特告課來的 羅天華會進入保林 給我秘密監視他 必要時 時時抓捕